吳俊樹 Franco 作曲 董萄 文化 文化 語蕎 語蕎 詳盛 詳盛 文化 語蕎 文化 語蕎 文化 語蕎 詳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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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那我們就繼續跟各位介紹 這個一個好的內部控制他所 要具備的一些要素 就是說 你總是會有一些具體的一些程序 来想要让这个目标能够达成 那为了这个管理阶层 他或是说这个领导人 为了要确保他的这个所下的指令 能够被整个组织能够确实的被遵守 我们就一定要建立所谓的控制作业 所以一般来讲 一个企业 以一个盈利事业来讲 他通常会有什么 我们他讲说什么极大极大循环 比如说销货跟收款的循环 他会建立这个内部控制流程 还有采购跟付款通常会在一起 再来就是人事的薪资的循环 可能会有如果是制造业 可能还有制造业的循环 可能还有仓储的循环 可能还有这个投资理财的相关的循环 他就是要确保说 公司在整个运作过程当中 能够按照最高的管理阶层 他所要达到的目标来执行 那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我们讲的控制作业 很多人以为内部控制就是这个 其实呢不是 他只是内部控制中的一个一环 很重要的一环 那最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控制的监督 我在这里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跟各位沟通 任何制度包括法规都一样 如果说你这个制度里面没有去设计一个监督的机制 什么叫监督的机制 就是你没有遵守 或是说他在失效的过程当中你都不知道 那他的内部控制一定做不好 所以任何一个制度一定会有一个叫什么 我们叫监督 那就是你要有一个机制来告诉我们说 你没有做好 你没有做好哦 那哪里有做不好 我必须要去改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如果在台北市 如果你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 各位骑看看 警察一看到马上就开罚单 你几乎就要付出一顶新帽子的钱 可是如果我们到了去南部的乡下 你觉得他有没有戴 没事 警察在那边你也就骑着照过 对不对 那你知道法令是统一的嘛 全台都适用的 那为什么南北或乡下都会区跟乡下有这么大的差异 各位觉得是什么原因 有没有在执行嘛 对不对 我记得那个几年前陈挡山 到那个谁 到那个绿岛去旅游嘛 结果他骑着不是摔倒了吗 摔的照片鼻青脸肿的 人家问他说你怎么没戴安全帽 他说这边又没人戴 我戴的好奇怪 老实讲真的很多字都是这样子 你没有监督 这个规定就没有意义 变成是图具行文 图具这个文字而已 老实讲真的 我刚才为什么很抱怨政府是什么 政府有常常有很多的规定 他规定了 但是他没有在监督喔 可是等他要 他要的时候 他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卡你 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 就像我们会计 我常常最喜欢讲的是我们会计 会计这种东西 就像三位会计法 他规定的这个会计的东西 事实上中小企业都做不到 而且他不需要的东西 然后他就怎么样 他就说你们要做喔 如果你说你要去要做 OK 那我问你啊 中小企业的报表要跟他申报吗 又不用 然后他就讲 全台湾的130万家中小企业 都是我管的 但是你不用跟他申报任何东西 那他在管什么 各位听懂吗 我们的上市上位公司 根据我们的证交法 他说这些的财务报 是他们的主管机关 是我们的金管会嘛 所以这些公司的每年的报表 每季的报表 半年报 他都要交给这个金管会喔 所以金管会里面都叫管区的 什么叫管区 我这个金管会的职员 就管这几十家的公司 报表给我 我要看 他有没有按照规定在编制 如果你没有 我还可以派人去查你的账喔 这就是监督 可是老实讲真的 我们的商业师 经济部商业师 他同管全台湾的企业喔 就是商业会计法讲的 会计事务是他主管的 但是老实讲 中小企业谁跟他申报报表啊 然后他就说 你们按照的规定 然后他完全不管 没有任何的监督机制 所以我们的中小企业 没有人按照他的规定 在处理会计事项 那没有也就算喔 等到有诉讼的时候 他就说你做假账 其实我一直觉得 美国这个国家会强 不是没有道理 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 老实讲真的喔 各位自己去体会 你觉得美国那个国民的数值 有没有比台湾好 你觉得有没有 各位觉得是吗 有时候我到美国去 我不觉得他的民众的水准 比我们台湾好 各位不觉得吗 我觉得日本比我们好 我觉得德国也比我们好 我说平均水准 但是美国没有 我觉得美国没有 美国很多那个还是乱七八糟的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 你看纽约市到处都是垃圾 真的我觉得这个国家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水准高 但是我觉得 他们国家为什么会抢 因为他们的国家 他们用精英 这个社会的精英 在帮他们设计制度 然后下面这些人 就按照制度来走 这国家就会抢 所以制度面的设计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美国一旦管你 说你要这样做 他就非常严格执行 交通案件 你看 他叫你stop 在drive对不对 路口就停下来 你再开哦 你没有做到看看 警察看到马上就怎么样 开发 昨天 前天还有一个案子 一个家长在打那个小孩子屁股 我觉得在台湾其实蛮正常的 小孩子不过就打他屁股 结果美国人说你是虐待小孩 他们很注重小孩子权益 后来把他们那个两个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把他隔离 送到那个社工单位去 父母急啦 他们只要规定了 他们就严格执行 那当然这是文化的差异 所造成我们不以置评 但是他们只要规定 他们就执行 我有一个老师在美国 他们那个公车 不是就叫校车 给学生坐那个校车 黄色的巴士 他们就规定哦 我只要停下来 让学生下车的时候 任何的车子不准绕过我 不准哦 因为门一开他有个stop就出来 你知道吗 你闯过去看看 你闯过去看看 你闯过去哦 那个司机马上把你拦下来 司机就可以拦下你哦 这种罪很重 你要上法院的 为什么 他们觉得停下来 学生同可能会穿越 你如果从后面他会撞到他 他们对这小孩子都非常保护 他们说到做到 我们那个老师 为了这个事情上法院 而且罚很重很重 后来跟他胡扯 他说他以为是一般的车子 他不晓得这样 后来法官就同情 说你这个外国人啊 算那个人不知道就算 但是还是罚钱 否则那个要坐牢的 他们这样做就是这样做 那台湾不是 常常定了以后 常常没有再做 老实讲真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机会 老实讲真的 很多老实讲 这个像我们现在政府所定的一些法规 其实我就判断说他不会执行 就定了 定好玩 就我有定 他不会执行 像之前那个证所税 我就说老实讲 我说他一定会再改 一定会让步 因为台湾现在 那个很多的政策都是为了富人 知道吗 他没有站在那个社会公平正义 根据我过去的经验 他的证所税 他的做法绝对又刻不到 我就说你们不用怕 他一定又刻不到 果不其然 你看现在又刻不到 所以说你会发现 政府很多都什么 任何的法规 做下规定下去 他没有在做 确实的执行 那这种大家 民众只要一看到这样的 这个到时候又不会真正执行 你看我们的食品安全 都有规定啊 标示要怎么标示 可是到最后你看厂商就开始 你没有来 你没有在执行 那我就开始 乱来了 开始乱来 所以老实讲真的 一个好的内部控制 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监督的机制 否则就寻同俱文 好 那跟各位讲的是什么东西呢 老实讲真的 一个好的内部控制 这五个要素都要具备 这个组织的目标 刚才讲的那几个主要目标 他才可以达成 老实讲真的 今天各位不管你是个人 还是这个小团体 还是我们将来大到整个国家 社会 其实这个都可以适用 虽然讲这个蛮胜硬的 会计东西本来就比较胜硬 但是老实讲真的 你的事情会不会成功 能不能达到你的目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 不要小看他 各位再来看 其实我刚才陆陆续续有跟各位提到 政府的内部控制 其实老实讲真的 我觉得他是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 老实讲真的 他要检讨东西实在实在太多了 各位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先天不足 我们在学管理的人 包括我们会计都在学管理 其实政府组织跟一般的组织 有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各位有没有想过一点 各位觉得政府的组织 一般的组织有什么差别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这跟上市的公司都有关系 今天如果说 你是一个企业的老板 而且你就是这个企业的唯一的投资人 就独资 那你自己出资 那你又管理这家公司 是不是这样 那假设现在我问你 如果说今天 这个公司需要帮总经理买一个公务车 让他去跑业务 那你是出钱的人 是当董事长 就当总经理 对不对 你会决定买什么车 各位觉得会买什么车 这个公司是你投资的 也是你经营管 所以你当董事长跟兼总经理 然后公司现在有需要买公务车给总经理 去跑业务 或是做什么公务车使用 如果你是自己你会买什么车 如果说你要买好的车 我再换另外一个情境 今天你是一家上次上柜公司的总经理 好像是总经理或董事长 可是你只有拥有这家公司的5%的股权 95%的股资金都来自于其他人 现在你是总经理 你要帮公司买公务车给总经理使用 同样的决策你在做 你会买什么车 你会买同样的车子吗 不会 各位听懂这意思没 你会买什么车 我上次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我是如果是独资的话 我就买债卡多 我可以跑业务 我可以债货 我高兴 对不对 可是当我是 上次上柜公司总经理的时候 他说我要买 我可能要买那个加长型的那个 那个B&W L7 我是什么什么什么 各位 同样的决策 为什么会在不同的组织里面 产生这么大的变化 心态 心态 这什么心态 这个老实讲真的 这个就是我们在管理居上所称的代理问题 什么叫代理问题 今天一个上次上柜公司 因为他出钱的人很多 就是我们一般去投资股票 对不对 那出的钱很多 可是人那么多 你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来当老板 所以我们就委托少数的人 这时候董事会或监察人 来帮我们执行业务 然后监督嘛 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我们可能会请专业的人 的经理人来帮我们经营 对不对 有可能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造成什么问题呢 会造成所有权 这家公司的所有权跟经营权 是什么 亨利 各位听懂意思没有 如果是独资经营权跟所有权是什么 在一起 好 那这有什么后果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效用 最大的利益对不对 可是你就会发现到 被委托经营的那一群人 在追求最大效用的时候 他会伤害到谁 伤害到出钱的人 这个问题叫什么 我们叫代理问题 好 我问各位一个问题 代理问题最严重的组织是哪一种人 是哪一种组织 也就是说 政府做决策的人 他却没有拥有这个组织的任何的股权 这种的组织通常是代理问题越最严重的人 对不对 那谁啊 我们不讲特殊 我们说一般的组织 这种问题最严重的是谁 老实讲 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 所以老实讲真的 美国的经济学家 他在曾经讲过 经济学家很出名的 经济学家的 我们叫元老 他说 如果政府自由市场不能做的事情 才交给政府做 自由市场能做的事情 千万不要交给政府做 为什么 他一定最没有效率 听懂这意思没 老实讲 一个大有为的政府 不是什么都要管的啦 台湾就犯了这个毛病 什么都要管 然后上面这一群人 在我看来都不是社会的精英 都不是社会的精英 他们的制度的设计 都不是最佳的 老实讲真的 在我的看法里面 当然啦 这个我的看法啦 各位不一定要认同 因为我们的公务人员体系 会导致于 我说是平均的概念 社会的一流人才 他不会进入到政府机构 他进入高普考 对不对 然后你进去以后 你会发现到 你将来的薪水 你的所得会不会很高 不会 一流人才 他想到这一点 他就不会进去政府体系 你制度的设计 老实讲真的 都不是由社会的精英在设计 我们的文官体制是有问题 一个好的政府 是优秀人才 进去政府里面设计制度 这个国家的运作才会正常 所以我刚才讲说 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伟大 制度的设计 他不需要每个人都精英 各位听懂我意思吗 政府啊 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养了一群的庸才 在管理我们 我真的是觉得这样认为 那这些人你看 我们在上面这一群政务官 都是靠关系 我帮你辅选 然后到时候你就 我就一步一步的上去 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学有专长 他照样用你啊 你看我们之前在换那些 那个行政 那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 我们叫什么官啊 政务官的时候你看 他的专长不在这里 他还坐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不太注重专业 不太注重专业 所以说老实讲真的 人家的文官体系 不会像我们这样子 代理问题 政府非常非常严重 所以各位如果到政府 到政府机会 你就马上看到这种现象 他会浪费国家的 政府的资源 公家的资源 他无所谓啊 为什么 因为不是自己的钱 我老实讲这个 这是人性 各位不要说他们道德行为 怎么怎么样 老实讲真的 你看人的行为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学校的厕所 都会准备卫生纸 知道吧 给学生使用 到最后都不敢 为什么 学生都不会去爱护 那个 那个公家的资源 原来呢 厕所都摆在里面 发现没多久就没了 是有人拉肚子 一下就没了 所以学校想说 那我们就把它摆在外面 没有用 学生呢 出来 洗个手 他也 有时候我看到就说 我说同学你在生气 你在学校 你在学校用这样的态度 在使用卫生纸 你在家里会这样用吗 不会 不会 政府单位 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普遍存在的 所以我为什么要说他先天失调 先天不良 就是这样 所以各位如果将来 成为一个政府的时候 要知道该管的要管 不该管 不该管的 不要管 因为政府是最没有效率的组织 给各位这样的概念 当然 当然 你只要不会 老实讲真的 我为什么很欣佩德国这个国家 他们民众的素质已经高到那种地步 谁能够真的帮他们做 他们搞得清楚 各位有没有看过网络一个故事 德国人 如果你吃饭 吃到饭没吃完 他可以叫警察来给你开单子 你会说 我有钱我关你什么事 德国人跟你讲说 有钱 那是你的事 但是你没有权利浪费资源 你那国家的水准高到这种程度 垃圾 你知道他们垃圾怎么分类的 他们垃圾 丢垃圾的代价是很高 知道吗 他们就是要你用什么 资源不断的再利用 能回收就要回收 各位听懂吗 你一个垃圾袋非常非常贵 所以每一个人 东西要丢掉之前 一定会把回收的东西先分离 不能回收才丢到那个垃圾袋里面 而且在丢进去之前 还用垃圾压缩机 把它压压压到 不能再压再丢进去 能回收的不用钱 政府会帮你回收回去 感觉上这个国家收很多的垃圾处理费 可是它的垃圾量却大幅大幅的怎么样 减少 而且垃圾分队做得非常非常的什么 确实 一个好的国家垃圾处理做不好 你没多想就垃圾裹了吗 不是这样子吗 德国这个国家民众高中的地步 连带的选出来的领导人 就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台湾都不是利益挂钩 怎么选都选到跟自己利益关系的 不管他是谁都可以选得上 因为他能够帮我得到一些利益 就开始 老实讲真的 我们的民众 真的要负起很大的责任 最近基隆吵得很凶 我九份人 我从小就常常去那庙口吃打牙剂了 爸爸妈妈带去 现在常常也带着家里去 老实讲真的 我是在不理解基隆人 怎么想的 我真的从小到大 基隆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里有没有基隆人 光停车问题就会把你搞疯了 那街道就是黑黑臭臭的这样子 道路狭窄 赤隆几乎都没有改变 可是照样选 这些市长不知道在干嘛 我真的搞不清楚我们的民众到底是用什么在选举 怎么办 先天不良 后天失调 为什么 什么叫后天失调 就是因为他的先天不良 我们政府又没有真正的这些制度的设计 这领导人也没有那个概念 我要好好把政府真的去提升到效率跟效果 真的能够去爱齐这个国家的资源 这些政治人物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心意在上面 对不对 因为他觉得说我就这几年嘛 我下完台以后就没我的事啊 对不对 他没有想到说我应该要尽量的把过去的赤字慢慢怎么样 老实讲真的我有时候 我常常也在那个行政院主计人员训练班上课 他们都跟我讲啊 我在编制预算的时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争取最多最多的怎么样 预算 我说你们真的会帮国家把关说好好的使用资源吗 大家都哄堂大笑 怎么可能 看到没 今天老实讲真的 台湾的财政会这样恶化 都是一步一步的这样 再恶化 阿扁虽然去坐牢 可是老实讲真的 我过去觉得他在减少预算 减少那个赤字 在幅度在缩小 现在又挂又加大 钱乱花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 所以说老实讲真的 将来真的一个有为的政府 真的要找到这种人来 下跌性来做这个什么 要把这个制度把它建好 制度建好了 谁来做都一样 这个才是长治久安 可能讲说我很羡慕新加坡 老实讲我一点都不羡慕 他是强人政治啊 哪一天他下来呢 这国家随着人 谁来做谁 就都起起伏伏的 对不对 有人现在中共不错 怎么可能中共不错 对不对 人不同他的制度就改变啊 一个国家长治久安 不是这样做的 老实讲真的 我觉得还是要民主 虽然民主有一些成本要付出 但是是长治久安的做法 所以说我才讲说 政府啊其实在内部控制上出了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从一开始领导人对控制环境的注重 还有制度的设计上面到处都有问题 所以我才讲说今天你要谈政府的内部控制 老实讲我真的不知道从何谈起 到处都是动到处都有问题 中小企业企业会注重内部控制 因为他很简单 他知道帮企业能够达到目的 可以帮他争取最大的怎么样 利益 政府没有这样的机制 对不对 其实政府最大 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 他缺乏激励的机制 缺乏监督的那个什么 我们说这个什么 我们叫有点惩罚的制度 在公务员里面各位想想看 以前我们在学校当行政工作的时候 主管机关在打行政人员工作的时候 他就跟你讲说轮流吧 因为你打他疑等 他跑来跟你argue 你说为什么打我疑等 然后你会造成冲突 所以主管机关也懒得跟你讲这个 就跟你讲我们这边有几个人 那一年当中谁就要轮那个疑等的 就轮了 老实讲真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有需要努力吗 你有需要努力吗 对不对 薪水都一样 做了好一点也没有 所以我当初当行政主管的时候 很辛苦 这个人说这不是我的工作 就推掉了 脸皮很厚啊 比较认真的 他默默的接受 可是等到没有一段时间他就发现 哇 工作都急增他的身脏 他开始不平衡 主要是不平衡啊 他们都牵完就跑回家了 都跑去哪里了 我还要待在这里 然后继续做 工作就集中在少数人身上 然后呢 继续又要轮 我问你 怎么办 这个组织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激励 激励好的员工 结果好的员工 各位想想看 他会怎么办 他离职 你拜托他都不平衡 他说你拜托 为什么 他说我留在这里 我只会工作越来越多 然后我那个薪水也不见得比较好 他就跑掉了 对不对 久了以后你就会怎么想 你会怎么想 我就跟大家一样啊 所以一个政府组织 各位不要说 啊什么怎么都谈激励 老实讲真的 人就是这种动物 人就是这种动物 你没有任何激励 你没有办法让好人出头 坏人怎么样 下来 政府很大的问题都在这里 还有啊 各位知道 政府在评估绩效的时候 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我们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都没有任何一个 绩效评估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 像我昨天呢 接待一个大陆来的一些学者 他说去猫空 老实讲真的 猫空一年要亏几亿 他们说好便宜好便宜 其实我心里在想说 我们花那么多钱去盖了猫空缆车 到底是对还是错 各位觉得是对还是错 我常常觉得说 我常常觉得说 这个做了 没有人再去检讨说 这个政策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老实讲真的 我以前住在政大附中那里 就在猫空下面 我那时候在想说 盖了猫栏以后 我为什么要上去 我为什么要上去 我不会因为他有猫栏以后 我就会跑去猫空 为什么 因为他上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景点 那本来就有公路了 你需要为了这东西去盖那个猫栏 我到时候跟我太太讲说 这个将来又是个乾坑 花下去以后就是 大家一起陪 果不其然 没多久 热度一过了 现在吸吸酥酥 大家要靠什么 暑假期间 带给小孩去做做这样子 一年要亏到2亿到3亿 猫懒 各位去多做 多做 算便宜啦 但是我相信他要赚钱的几率 应该是不高 其实很多政府的决策 大概就是这样 花下去以后 到底符不符合成本效益 没人管 我今天这个法令规定下去以后 到底是好是帅 不关我的事 从来没有人去评估这样 所以政治人士才怎么样 才那么大胆 很多事情在做决策的时候 我做了就对了 对不对 这是最大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才讲说他的先天性 后天是什么 失调 其实刚才我大概都陆陆续谈过了 像刚才讲了 领导人 其实老实讲真的 我们现在的当领导人都是谁啊 不是学法律 就是学政治 但是 他们对内部控制 其实都不太 都不太了解 但是不太了解是无所谓啦 你要能够 尾由这个专业人士分权下去做 其实要懂得要怎么样授权 我们现在不是 什么都要自己来 决策我做了 你去帮我执行 老实讲真的 他根本没有那个专业能力 所以呢我不是说 学法律 学政治人 就不能当领导人 而是说这些人怎么样 他要懂得授权 而且要找到 每一个部门 他专业的人才 委托给他去做 他只要做横向的怎么样 沟通协调就好 你如果什么 像现在什么都要自己做决定 老实讲他会把自己累死 而且他会怎么样 也做不好 这最糟糕的是在这里 所以一个政府组织那么大 你绝对不可能集权 你要懂得授权 而且要 找到适当的人来做 我觉得 我们现在马中总就是 没有世人的能力 没有辨别人才的能力 老实讲他的个性 要找到人才不容易 圈圈都太小 都玩小圈圈 所以说老实讲真的 这个领导人是很重要 好 这个我们都讲过了 全责不轻 激励 的机制没有 好 所以说这个今天 那个 我们很笼统的 跟各位谈一下 这个从这个 内部控制一些重要的要素 去跟各位讨论一下说 其实 政府的内部控制 其实到处都有 很多很多需要带改善 好 好不曉得各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 蛤 請 我来请问一下 这个 我对这个台元 台元很清楚 台人 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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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一个国民党政府 到参加民进的时 现在台元 他能夠 政政 改参 那你 可以发表你的意見 是不是有 真的就是 他主办的令人 这些令人 有的政和心态 多谢 谢谢 我想應該是 他委託這個人真的有心在做 老實講我剛才講基隆對不對 基隆幾年前有一個叫李靖勇對不對 李靖勇當市長 老實講我唯一有感受到改變 就是李靖勇當執政的時候 他有對交通有提出一些 有一些改善的措施 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回答也是這樣 我今天我剛才講說 為什麼要試採試用 我今天交給你這個位置 是因為你懂得管什麼 你有管理這個公司的能耐 我交給你 那OK 可是現在都是用仇佣的 我老實講你在講這個台語 我要跟各位講 那個中華電信之前委託給誰 賀成蛋 老實講真的 中華電信會脫胎換骨 是誰的功勞 如果你問我 我覺得是賀成蛋的功勞 賀成蛋在改革的時候 他引起內部很多反彈你知道嗎 可是我在觀察他的決策的時候 我發現他是把他當作一個私人企業在經營 在管理 可是中華電信是有什麼有什麼樣的氛圍啊 公務機關的氛圍 台語也是 所以說你這個領導人他的認知 他覺得你要用私人企業來管理這個組織 他就會去做一些改變 這些改變 這些改變 就會造成企業發生一些什麼 真正直變啊 真正的會改變 我們現在你看我們這些大銀行行庫 或是什麼什麼組織 你會發現就是這些人換來換去 醜用中鋼也是 對不對 那中鋼他用仇庸的啦 你不聽他的話就把他換掉啦 所以你看看林醫師的案子 他叫得動啊 為什麼叫得動 因為你們的位置是我給你們的 那還有什麼專業可言 我只要抱著他們大腿 我就可以往上爬啦 我還有什麼專業 我幹嘛花那麼多時間去管理這個組織 你問我這個問題 我就只能這樣回 我的看法是這樣 其實這個主題在會計裡面是蠻生硬的啦 那只是讓各位知道說 其實對任何組織內部控制都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組織能不能成功不是用嘴巴喊 他絕對要拿出具體的做法 那這個具體的做法 你就要按照一個內部控制的制度來 確保他在按照你的原來的目標在執行 那這一套管理的過程就是內部控制 這樣了解嗎 好 考試各位不用擔心啦 都考那個很簡單 好 各位沒有什麼問題 希望各位從制度面去檢討這個政府 我們現在目前的弊病 不要讓它一再的發生 我剛才就講喔 好像學者是一群無用的人對不對 因為他現在講的就是說 不要執政那天我在聽誰啊 那個張亞晴 在報新聞的時候 他是什麼新聞 我在看那個新聞 他說 拜託你不要再跟我講學者執政 學者什麼執政 我心裡就很難過 為什麼 好像學者這群只會講話沒有 沒有能力的人 老實講真的 讀書讀越多不代表他的能力越好 品性也沒有代表一定越好 各位聽懂我意思嗎 我們周遭都是學者啊 都是博士的啊 可是在我們看來 有些人書沒有讀通 即使他拿到博士學 他書也沒有讀通 然後他的品性更有問題 那你跟我講說 一律就打破學者 老實講真的 我們有時候跟很多老師講 我常常常這些開會的時候 跟台大或政大一些老師講 我們是在看說 如果馬英九知道你當行政院長 你要不要去 我說找死了 他說找我去我也不會去 老實講他如果問我這個問題 我也不會去 我也不會去 有能力的人 你去那個 你大概都當炮灰啊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的 我是個人覺得他用人有問題 你是他的人 是聽他的話的人 你才有辦法做 你要跟他against 他大概就不會要你 你說今天是學者的問題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不是 那因為那個馬英九本身也是法律博士 他接觸了很多人 就是那個 學校的那些老師 老實講真的 有一些人才 我覺得根本就不會是人才 他拿去用啊 因為有一些人我們認識 我覺得那個就是 嘴巴講而已啊 他根本就沒有 沒有辦法真正在做事的人 對不對 他沒有 其實在學校 我們會計有這種問題 有的老師沒有食物經驗 他就講一套理論 我問他說 那食物上為什麼這樣做 你知道他原因嗎 哎呀這他們不好 那這叫什麼 眾人絕罪為我獨行嗎 天下哪有這種事 就是我常在講一件事 我們叫經濟有像達爾文主義 什麼叫達爾文主義 你看到經濟現象 一定是有一些原因造成他這個樣子 絕對不是說 啊這個他們都是無資的 對不對 這叫達爾文主義 逝者生存不逝者什麼 淘汰嘛 你總不能說 少數人可能這種作為 就覺得他可能 他是無資所這樣做 可是他不能都這樣做 你覺得是無資嗎 一定有很多道理 會造成這個樣子 那你不去了解他為什麼這樣 你只是說啊這些都是無資 只有我的講話才對 那大家都在睡覺 只有你是獨行的 那是什麼理論啊 所以有人講說 你們在學校都教一些理論的東西 跟食物上都脫節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因為真正的理論是在解釋食物 在預測食物的 你在學校教那個東西 你自以為是理論 其實根本就不是 會計常常發生這種事情 會計類的方法是這種事情 所以我才講說 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我不認為說那個是學者的問題 因為 學者也不是 也有很多人不是人才 只是 請說 那個對不起 時間的關係好不好 應該到了也要考試 所以我們的時間的關係 好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大家 好不好 我們謝謝我們的 劉博士 建然教授 他是系主任 他的經歷非常的豐富 今天能夠來到這裡演講 我相信每一個紀錄 那個筆記有沒有做 那這樣表示 絕對是考滿分的 我們再度熱烈掌聲 謝謝我們 李博士建然教授 謝謝 謝謝 辛苦 再次掌聲一次 來 接下來 我們在利用早時間 我們四十分以前要到位 四十分以前要考試 所以 可以利用五分鐘時間 方便 考試到十二點半 然後桌上東西 盡量收到